第三局开局,林丹应该毫不放弃 原外 关键就看第三局林丹想快赢还是慢赢 我觉得会慢 他整个人这种状态跟第一第二局一定会不一样 这失误也要感觉 这失误太多了 就快不起来了 就你想快点赢 但是球出手很快 出戒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整个节奏林丹明显的第一第二局动作 这种失误送给王这是三分 胜分也快 你到底上林丹想的身经百战对吧 什么球都打过 什么风雨没经过了也好 这种 奥运会首轮出局也试过 北京奥运会笑到最后拿冠军也试过对吧 对 对着韩国的崔浩正不出名的一个也输过 新加坡的苏西诺也输过 现在对于林丹来讲 他主要是认真准备的这场球 基本上不是人能力 他能看得上必须去赢了 他在对方方面的准备工作 是非常充分的 然后他将让他自己自身的能力 自身的顺便 各种人能力的 但是像现在的俱乐部联赛 对林丹来讲 他不可能完全全都把心都放在这上面 因为他还要准备很多的这个国际比赛 八月份的市井赛了 对 现在中国羽毛球已经是牺牲了有三战的比赛 新加坡印尼以及中国澳门的龙爱赛 这种俱乐部比赛对林丹来讲 他完全是作为一种商业的一个比赛的幸福是最大的 他不会用最认真最 不会跟你死磕火拼 对了 他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失误了 在第一局 他也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很多次的差错 他很想一个正手的批杀 把点拉得很边 谢谢 可惜了 这球可惜了 本来这个正手的批调呢 非常的奏效 方向想法都对 在点滴了 点滴了 其实点滴了 这个有事述过于 林丹这种压力 在一段这个多拍之后 王臣平的体力 都不能坚持第三局打完 都是这种速度的 这个就相当相当 但是我觉得就两个字精彩 对 这场上的这种气氛 也这个 非常非常明显的说明了 这种观众在不停的叫 每个精彩的球 他们都逃不过观众的眼睛 代表着当今 羽毛球单打最新 最快的技术 来回的拍数也很多 无论从看热闹 看门道 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对决 你看又表演一个平球打 标准太高了 王臣平这个球 本来下去这个位置相当好 就是 标准 再编一点 没有成功 漂亮 这个第一个出击 头顶出击 打一个打斜线 其实你说这几分人单 他不认真吗 他也很认真 从他出手 从他步伐的移动 他都是尽力的 不见得完全尽力 我觉得不见得是 他完全尽力去 对待这个球 因为他出足了 这波是太个被动 那个位置 刚好是在 王臣平这个判断 判断的地方 就是最优势的地方 是王臣平下手 所以比较狠 他没有办法去救这个球 就是这种 中哥这种 多拍的调动 你知道吗 这边出错 这种得分法是最舒服的 就是主动的情况下 自己的送分 哎呀 目视一个 如果能成功 也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漂亮的职位 但是还是 火候稍微缺一点 漂亮 这个球是王臣平 整场比赛就聪明 最聪明的一个球 哎呦 这球 过去了 过去了 对 林丹这个球 再往前 这个 巧劲啊 就非常漂亮 刚好 擦网而过 追上8比8 就算林丹这场球赢 也赢得并不轻松 所以还是一个非常成熟 林丹非常成熟的一个标记 平手党的过程中 他突然打过头 让你推到后面去 其实这种力量的突变呢 很难掌握 当然 看热闹很好看 老师家平手党 你来我网的 但是 运动员要求的是拿分呢 他不是打表演呢 这种差距到底有多少 从一小出的呢 这些小环节 细环节 是不是 都能打表出来 林丹加油 林丹加油 加油 全场 两种 这个球迷 一种是为王东明加油 其实游美也是想为王东明加油的 但是看到林丹在的 也为林丹加油 这种机会 这种小的能力 这种 在这种机会上 他不是说一定要发狠 因为他发狠有这种 心中有数 11比8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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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